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香蜜报配音照杨子邓伦原生,配音引发情感共鸣。 新浪娱乐讯香蜜沉沉浸如霜,曝光主演杨子、邓伦、罗云熙的配音工作照, 三人专注的眼神和认真的态度,让网友大呼敬业。 新浪娱乐讯由完美世界影视微博,携手幸福蓝海,时代众乐,昆池影业,重庆盛美联合出品, 完美世界影视城志,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电线同名小说的唯美神话, 其幻巨质香蜜沉沉浸如霜,以下简称香蜜曝光主演杨子微博,邓伦、罗云熙的配音工作照,引发网友热议。 画面中,三人身着舒适的休闲状出现在配音房,进行角色的原声配音工作。 录制过程中,三人专注的眼神和认真的态度让网友大呼敬业, 而演员们原声配音的用心也让粉丝对这部剧的到来更加期待。 其实在香蜜之前,发布的首版预告片中,除了杨子、邓伦等主演们深度与角色契合的造型, 以及细腻动人投入的表演令人赞叹外,众人原声配音也成为征服广大网友的一大亮点。 尤其预告片中,杨子饰演的紧密,声音情绪饱满。 从最初的天真至闷,不安世事,到之后绝望时的撕心裂肺,语调上的完美转变处理细致,令不少网友感同身受。 饰演续奉的邓伦也在声音上拿捏到位,磁性的声线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起伏,每一句都情绪饱满充盈。 罗云熙饰演的润玉虽然在预告片中台词不多,但足以让人印象深刻,清冷深邃的音调为人物增色不少。 预告片虽然只是正片中的冰山一角,但是在众人细腻到位的原声配音下,角色鲜活的性格还是感染到了观众,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竟然被相秘的原声感动到了。作为原著粉,无比希望原因。 近几年来,大部分电视剧采用配音演员来进行后期配音。 虽然专业配音演员的出现可以使声音的表现力更强一些,但这样却很难实现视听效果的同步。 对于角色来说,演员本人无疑是最了解表演时心理状态的人。 预告片中杨子、邓伦等人的原声配音之所以让观众眼前一亮, 一方面是因为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演员自己对角色的解读, 强烈的情绪表达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且这一次原声配音也是一次对角色二次创作的创新, 为广大援助粉带来了一种新鲜感。 另一方面,原声配音也是演员台词功底的一种体现, 对语气情感的把握,对情绪转变的演绎, 都让观众对演员的专业水平有了更加完整的理解。 除此之外,此次湘米采用演员原声配音的方式, 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用心和诚意。 毕竟对于观众来说, 演员原声配音所达到的视听一致更有代入感, 且相比于配音演员来说, 大家更希望能够听到演员自己的声音。 湘米沉沉浸如霜, 讲述了断情绝爱的葡萄锦蜜, 遇到自己的万年情节旭凤的故事。 该剧由导演朱瑞斌指导, 刘宁担任总制片人, 演员杨子, 邓伦, 陈玉琪, 罗云熙, 王一飞, 邹廷薇主演。 目前该剧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之中, 未来湘米还将带来什么惊喜,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